老婆你回来了 疼 嘴巴怎么了 我时间生病啊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嘴巴之所以会这样 这事还得怪你 怪我 对啊 你老出事还不在家呀 我想你呀 那一想你我就喝酒 喝醉了之后 我就看了照片 我还仿佛看见你了 我以为你站那儿了 我过去就要亲你 啪一下客墙上 晚上之后你看 嘴是这样的 编得挺好呀 天地良性我绝对没编 说全是实话啊 如果我瞎说的话 我骗你的话 我就不得好死段子绝孙 你看 你看照片 要不要煮点药啊 我要自己会好的 来 去美国给你带个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好 我先上洗手间啊 好 小白 是什么 老婆 老婆这我能解释啊 我我我什么都 天地良尽段子绝孙是吗 够了 向小飞 对 我刘涮男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最肯别人欺骗我 滚 上次不是说帮你管钱吗 所以我帮你选了一个理财产品 虽然收益不是很高 但是风险 你看看 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也没多少钱 不到两万块 我把银行密码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 你就打开你自己的手机银行客户端 你选一个就行 时间收益各不同 我看一眼 我们一起去 是电话 我接个电话啊 喂 是我呀 是我本人 什么消费啊 李洁森先生 因为您的信用卡本季度 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额的五位数消费 所以我们必须打电话和您合适一下 昨天凌晨两点半 那笔一万六千块钱的消费是您本人吗 那个啊 那个不是我本人啊 不是我 是我 是我 是我本人 那个不用东姐啊 也不用调查了 听不见啊 喂 喂 喂 信号不好说什么 喂 喂 这 信号也不是很好 一个调查电话没什么 对不起我耳朵很灵大 昨晚你们都干嘛了 花了一万六 算了 我又不想跟你撒谎 我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我最后我就 然后百括把单全买了 倩倩你别生气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大手大脚的 但是昨天吧 我确实喝多了 头脑又发热 然后我那几个同学吧 又一激见我 我就 一上头 我就把单给买了 我都买完了 我总不能让大家再分摊吧 那多没有狭义精神啊 对不对 你买单就买单吧 我也没怪你 但是你得量力而些 就不说你那些同学 你们哥们四个 你排老几啊 轮得到你吗 再说了 这通电话我要是没听到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 倩倩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可能 算了 反正你花你的钱 我也管不着 不过你得好好想想 单不是不可以买 但是绝不能因为 你幼稚 逞强 耗面子 去去去去去 赚点钱真的不容易 杰森 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规划 我觉得理财也不必买了 不是 我 我有规划啊 我 倩倩 倩倩你别走啊 倩倩 倩倩你别走啊 倩倩 倩倩 你怎么来了 我跟着你一起过来的 你跟踪我 你是变态啊 不是我变态 是你态度变了 你看你干吗啊 在公司一整天不跟我说话 我跟你几个声音也不听 我真的不是不回你微信 我是真的没有看到 你后来去哪儿了 后来就我们哥姐喝多了的 去了第二场 你干吗呀 你这淋个包你想去哪儿啊 童语 是你跟我说的 我们彼此应该坦诚相待的 你为什么还在撒谎呢 我一句话都不想听 昨天我们同学聚会 喝得有点尽性 然后我喝多了 中间我想出去透露信的时候 我就想想念了 我想给你们打个电话 不是后来我也奇了怪 这个电话怎么就 我怎么就拨到白衣裳那儿去了 我像一个傻子样 跟他说了一堆 后来电话挂了 我回到了房间之后 我给你发了微信 再之后我真的喝多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们男人在对待女人这件事情 是没有一句真话 我真的不想听了 什么叫一句实话都没有 你看 电话是不是都挨着的 这联系挺频繁啊 每天这么多个电话 这么长时间你说了什么 你不相信我吗 你们俩一起回去了对吗 她送我到家她就走了呀 谢谢你跟我解释 谢谢你跟我解释 但是我不是我妈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如果你跟白明年 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 为什么骗我 我ścią打算是这个 徐杜 Construc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对不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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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近 就那么远 远的我似乎只能说一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